非洲过去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时候 主要的殖民国家 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意大利 还有就是大英帝国 可是呢 在尼日的政变里头 法国撤出了 本来法国不肯撤出 但是最近呢 在整个政变的过程当中 法国最后没办法还是投降 现在法国的大使正式宣布 离开尼日 而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在9月24号晚间宣布 法国将在年底的时候 撤出在尼日的1500名士兵